你跟女儿说的那个事儿本身没有问题 就是其实你们俩就是这样啊 就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 从小就认识 后来又都离婚又走到了一起 这是可以跟别人炫耀的 但是你没有考虑好你说的这个对象 你跟一个九岁的小孩说 他心里会多想 你这个爱情再美好 从孩子的心里 他爸爸跟他妈妈为什么会婚姻破碎 他不知道原因 他自然一听 你们二十年前你们就好 他自然就会多想吧 所以他多想以后 这种事情 我以前一个朋友身上也发生过 就是你没有想好 你要把这段美好 你认为是心中的这个美好 诉说的那个对象是谁 你没有想他心里的角度 就是任何夫妻之间像这种夫妻如履薄冰 就是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 你要想让他 对你好 你刚才一直说他对你不好 你要想让他对你好 你如果对他女儿的好 让他看着过意不去 他一定会对你特别的好 你要想让他对你的女儿好 你就以后永远不能再打人家的孩子 还得对他特别的好 还得像川哥说的那样 使劲地求人家 使劲地爱人家 才有可能 所以说这种关系 就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 替对方去想 你跟他结婚的时候 知道他有孩子吗 知道 知道是判给他吗 知道 知道他迟早有一天 会回到这个家里面来吗 没考虑那么多 有些问题我不觉得到 是巧合还是故意的人而为之 他离婚判给他 但孩子却跟了前妻 他所说的原因是因为 地点更方便 但是那会儿 他跟你结婚的时候 孩子并不在这儿 现在他的前妻要结婚 孩子又换了回来 我总感觉这个孩子 像个拖油瓶似的 似乎会阻止每个人的幸福 我接下来问你们两个人 一个问题 凭信而论告诉我 如果你没有儿子 你会选择一个 有女儿的父亲吗 如果我喜欢这个人 我会选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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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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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